您要到建宗復學 我最近會到建宗復學 因為建宗他們的學知識等於是下學期才可以進去念 那我就下學期新的學年度我就會去復學 因為這勢必一定是一定要進去 才會知道說真正進來的學生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一直跟教育單位這些政策的決策者講 你 long stay 你下去三個月 你到國中 國小 高中 高職 long stay 去交三個月 你就知道台灣的教育問題在哪裡了 不要坐在辦公室裡面 只一味的用自己的想法 想出那個烏托邦的一個制度 老師很多人都懷疑說你這一年來到底跑到哪裡去 透露一下 我這一年來就是在製作我們的一個教學影片 我希望40歲之後我們要做一件蠢事情 我把我能夠知道的能夠表達給小孩子的一個教學方式 我傳承給他們 我把它錄成所有的HD的影片 這是我人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我就是要告訴執政當局 十二年國教不是不可行 十二年國教要很慎重的 因為教改我們已經犧牲了十年的小朋友 我台灣沒有那個本錢在這樣子犧牲下去 所以十二年國教師資沒有培訓好 沒有辦法去實施十二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不是考試制度出問題 是我們的人事制度出問題 老師他本身的培育過程 不再像以前師專體制、師範體制這麼的嚴謹 所以老師現在親師關係非常非常的差 其實就是來自於我們的制度的瓦解 老師你這一年來是不是還有去主持過 是是是是 現在是有主持了一個就是台灣新教育群 也是針對這個教育的問題 十二年國家的問題做探討 跟觀眾那個互動是這樣子 在每個禮拜六晚上 是不是會有很多學生啊 扣印進來啊 對他們的讀書 他們覺得讀書上會有什麼樣的困擾啦 或者是家長 現在家長跟孩子之間的衝突 我們在節目裡面都有做這樣的探討 老師那你跟以前那個建宗同班同學還有聯絡我嗎 有有幾個有聯絡 他們是有答應要問你說 有 他們怎麼說 我沒有我我復學的事情他們還不知道 他們還不知道 你明天他們才會知道 那你休學這段期間他會打給你還是說有 沒有他們就是校慶的時候邀請我回去吧 那上次他們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好像是他們成年禮嗎 那我都已經成年了 也不好意思再去參加那個建宗跟成年禮 有這樣這一段 喔 老師那你這次復學 就是有打算說會念多久 這次復學就會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那我不會畢業 我知道我在建宗不會畢業 我會看到12年國教的實施成效 以及最後是怎麼收尾 因為這個是我們台灣未來的希望 很簡單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台灣你再怎麼樣 你看什麼東西都出問題經濟 但你至少要留給小朋友有一個本錢 能夠以後翻身嗎 那這本錢就是什麼 教育 如果你把這一代的小孩子教育好 就算未來我們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體制有什麼問題 至少他們還能夠扛得起來 所以12年國教不是只是一個考試制度 12年國教是我們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希望 老師那你就是說你復學那天好像有一個很特別的儀式 沒有 你會去那個教育部門口幹嘛 我是我會到教育部門口學見馬英九 我在背上我會吃上 就是我們要暫緩12年國教 等到整個完整 我們覺得教育學者 我們家長 小孩子 能夠得到一個共識 以及安心的一個制度 產生的時候 我們再來 實施這個12年國教 絕對不能用式的 用滾動式的教改方式 來做這個12年國教 所以馬英九馬總統 如果你有聽到這一段報導的話 我很希望靜下心來 元旦也快到了 再一個元旦文稿 告訴全國同胞 12年國教 你打算怎麼樣去改進 怎麼樣去實施 老師那你現在復學 你有沒有比較擔心哪方面的問題 應該現在沒有什麼包袱了吧 就可以很清楚的 面對這個制度 因為我該錄的教學影片 也告一段落了 那我會在這個制度方面 跟小朋友之間的互動之間 盡量的站在我們體制外 去反應這個教育的問題 例如老師去你好像是說 你最擔心的是要早起 今天有沒有比較特別擔心 應該擔心的就是說 今天進來的監督的小朋友 如果素質不像以前一樣的話 可能跟他們相處之間 就會摩擦很大 因為我們知道12年國教 他們是比序啊 抽仙啊 這種很奇奇怪怪的方法 進來的小朋友 那一定是良悠不勤 絕對沒有辦法像往年這樣子 這麼平均 這是我要去看的 也我要去觀察的一個方面 那有沒有特別做什麼準備啊 這個當然是還好 因為是下 我們先辦完之後 是9月份才開學嘛 都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讓我們好好的做調適準備 好 OK 老師最後一個問題不要生氣 就有人覺得你在炒新聞 你會問一下 沒有啊 這個 我很簡單 你可以很生氣的說 你沒有在炒新聞 沒有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今天12年國教 如果我們在體制外的人 沒有這樣子發生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 老師不敢出聲 校長不敢出聲 因為他們在體制內 他們有包袱 他們必須要考慮到自己的考級 自己本身的那個平等 所以他們不敢講真話 很多人不敢講真話 你看這個 他那個 光是我們國家研究院 我們國家研究院 你看他的一個報道 12年國教中教師 中學教師都是看痠 可是他只能做整體的 他不敢說 有哪一個老師出來發表意見 像之前基本學歷測驗的時候 那樣的量子的時代 林妙鄉一發表 馬上嘴巴就會封起 這就是我們的體制 所以我們只能從體制外發生 做一些動作 引起我們社會的關心 因為12年國教 是我們台灣的命脈 我不得不做這樣子的一個 很大的動作 來凸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有人覺得你在炒新聞 這個怎麼要怎麼說炒新聞 因為我們把問題提出來 也是讓大家去公平公論的 因為今天我洪安 我要做的 我的責任就是這樣子 今天我不做 我可能我60歲70歲的時候 我看到整個社會 教育問題變社會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會掉眼淚 我寧願我現在流血 也不要以後流淚 就這樣子 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你 也知道 對 наш靠能力 最早 ridiculous 之長 做到 從浈霍